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月亮的月 就是叫月族 就是那个吉祥的吉 一个人之邦神经的神 月族吉身 叫做月亮的月 你会怎么爱的意味 又在迎新的派对的时候 就有一个日本学长 跳了一个很好笑的舞 所以印象就很深刻 就是觉得日本人怎么可以 这么放得开的 跳了一支这么有趣的舞 我真的比较喜欢 台湾的人的个性也好 或许就说这样的想法 台湾是刚好中庸之道 或是刚刚好 也没有说日本的系统 那么就是规规矩矩 那么印百亿眼的那种的部分 那如果说就是去其他国家的话 太放松或是太随便也不行 他是我的学长 所以那时候就有听说 有一个日本学长 他带我第一次的约会 其实是拿了一本书 骑着摩托车 情人节的那一天 去找了一个山上都是杂草的古墓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古墓 他说因为他是一个日本老师 曾经在日剧时代被派来这边 教当地的人 孩子 读书的老师 奉献了他的一生在台湾 然后他想要去他的墓前面 跟他表示感谢 那时候听一开始觉得很特别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会这样说 然后后来了解之后 其实就慢慢理解他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台湾 他觉得他跟台湾 应该是有圆圆的 因为我们是种当季的有机蔬菜 南瓜 然后后面是玉米 再来是地瓜 老师会带领一些日本老师 来这边做一个实地的演练 两个地方的国家气温 气候都不太一样 就等于说两个国家清荣都会去交流 不会说只是单方面 只是默默地在蛋打毒咒 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这样的环境 所以病种害比日本多 但是翻过来做堆肥 或是做其他农作物 一个就是米好了 可以种了两次或是三次 日本是只有一次 学习的部分 甚至于说做堆肥 那日本是一年的台湾 就是四个月五个月完成的 所以呢 某方面对台湾的环境是优势 是啦 我觉得最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在吃药跟吃农药的方式 或者说一个农作物它生病 或者是说它被虫养 感觉好像我就是要立马去喷它 喷一些什么药或是干嘛 一开始我们可以把土壤顾得很好 其实大家或许农作物的部分 其实它会生长得很好 有时候 孕虫癌不会那么严重 有时可见人家说 我们必须要先从了解土壤 你可以不用太去依赖着农药 或者是依赖着其他的东西 怎么样的东西就是比较适合 那还是适地适中的一个概念来执行 完全不喷农药 不放化学肥料 甚至说对肥也慢慢慢慢减少 对农民来讲经济上的考量 然后技术上的困难点 甚至说观念上的改变也很大的困境 怎么样靠近有机或是自然农法的方向 那这个真的是一波一卡银 就是一个一个来解决 然后快乐的心来一起跟农民推动 这一个是简单版的就是喝茶的一个道具 茶净 那滋满 茶净 茶净 茶碗 热水 其实茶道就是说大家觉得蛮复杂 这个道的意思就是道德 或许就是说路 平常的事情的规划 方向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茶道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顺序 就完成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的是就是说为客人 泡一杯茶的态度跟用心 透过茶道 有些休闲 身心灵的一些改变 甚至于说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是喝到很好喝的茶 今天泡的是就是有机自然农法的茶粉 为客人也好 为朋友 然后泡一杯茶 就是我们的用意在这里 这些就是断到 我跟你的中间 我先给你喝的老师 就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待会儿 然后呢是拿正面给老师看 喝的时候 一 二 三 就喝完 这样 我推广MOA的最终的主子是 美满的家庭嘛 我妈妈问她说 你要不要在台湾买房子 要不要变我女儿的名字 她说不会 我不会买房子 然后我妈妈觉得 天哪 连那些事情都不能让我安心 但后来她很有诚意的跟我妈妈说 就是她的工作的关系 有可能会随着工作的调动 去不一样的地方推广 所以买房子这件事情 不是不愿意买 而是可能买了 变成你后面还有很多的信心去 花在这个地方 你要处理这些房子的事情 她觉得没有必要 她就把她的想法跟理由 完完全全的 跟我的爸爸妈妈讲之后 我爸爸觉得她是一个有诚意的人 台湾朋友或是台湾的自然 就是让我长大 我也就是只有那么一个人 所以只能就是我个人家庭地区 慢慢慢慢影响到 因为我喜欢自然农法 我喜欢这些美学 整合医疗或是等等 跟大家分享 比现在快乐一点 比现在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来一起推动 所以我也不想回日本 一直留在台湾到一百多岁 我们下期再见